大神八 是十念剧集超神话三部曲的首部曲 从远古的东亚神话曲才 神话故事是人类对自我的存在 生死及宇宙的心灵投射 我们选用了台湾传统南北馆音乐 作为故事的创作核心元素 是因为南北馆音乐的旋律 质地都带有古老的素朴感 非常适合传达神话故事那种 超越时空传递而来的讯息 大神汉拔的汉灾特质 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心灵干旱 以及空虚的探索 为了配合不同演出场地的空间差异 也为了让这个作品能够更精致 从2008年到今天 大神拔已经经历了多次的重制 上古神话奇书《山海经》 记录了一则 《汉灾女神汉拔》的故事 她是天神皇帝的女儿 在众神大战中被父亲 召唤到人间 帮助父亲打赢战争 但是她被遗落在人间 大神拔的剧本 从这个简单的神话记载 另外发展出了新的故事 描述这位汉灾女神 为了回到天上 就在人间寻找回家的路 她在人间流浪了千万年 可是呢 这一路上她被众神 还有人类嫌弃驱赶 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世界的边缘 一座蓬莱岛上 她就沉睡了 直到世界末日 众神都死了 她在苏醒的那一刻 回忆起自己千万年来的流浪 发现自己其实有能力 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众神和父亲的背叛 世间生灵的嫌恶 依旧令她恐惧感到迟疑 但是不管愿不愿意 她终归是要醒来 面对新的世界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最终要面对的只有 自己的心魔 在东亚的神话体系里面 我们的故事是以 断简禅篇的方式流传下来 那彼此之间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剧情的连结 其实是很薄弱的 跟西方的一个希腊神话 或者是罗马他们这个神话 它的一个故事架构非常清楚 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剧呢 它的剧本就是模仿 我们东亚神话 一个断简禅篇的 故事的结构逻辑 在东亚的远古神话里面 神明和人类 可以借由通天的神术贱目 来往天上人间 其中有一些神明 是比较有名的 在我们故事里面也有出现 像太阳其实是金色的乌鸦 总共有十只 每天轮班在天上飞 照亮这个世界 黄河之神是一条龙 叫做河伯 因为他很渴望找美女 帮他生小孩 所以经常泛滥成灾 借故要写人类 把年轻的女子 投入河水中 当作活祭品 赤地的女儿 天女娃 到东海边玩水溺死 为了复仇 他就变成一种 叫做精卫的小鸟 他就每天 嫌小石头树枝 丢到东海里面 要填平东海 还有在众神大战里面 被皇帝砍下头的行天 他的两个乳头 变成了眼睛 肚脐变成嘴巴 到现在依旧拿着武器 和盾牌 在山上一边找自己的头 一边挑衅众神 东亚神话中的神明 都不会真正的死亡 他们死后 只会变化成 其他的生物或是妖怪 比方我们刚刚提到的 精卫和行天 故事的主角 汉拔在神话里面 是一位秃头的女神 女神秃头代表的意思 当然就是指他 干旱的力量 无法滋润生命 没有头发象征的 就是土地里面 长不出古物 其他在剧中的角色 在原始的神话里面 都有他们本来 所代表的意义和象征 但在大神拔里 我们找到了不同的 可能象征和意义 有能力帮助众神之王 战胜诸神 汉拔是位有着 强大力量的神明 但是众神和人类 都畏惧讨厌他 所以才被抛弃在人间 人类不喜欢汉灾 所以用各种方式 想赶走他 现在开启动的神灾 众神为何人类不喜欢的神灾 他将其将其他人类不喜欢的神灾 他将其他人类不喜欢的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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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故事里面 对汉拔来讲 他其实是一位随意遗弃子女 利用子女的一位自私的神明 何博虽然喜欢年轻女子当作活祭品 但是他需要的是能够为他生下子嗣和后代 汉拔没有办法生育 所以也是何博讨厌的对象 至于行天呢 他在神话故事里面本来是一个战神的形象 但是在故事里面我们让他成为一个 没有头无法思考 并且在自己战败的地方 怯懦地呼喊着要战争 却不敢有所行动 而金卫成了仇恨的代表 他的仇恨有多深 东海就有多深 所以他如何甜都填不满东海 至于王良呢 其实指的是一些山精啊水妖啊 但是他们在这故事里面 却是唯一喜欢汉拔 愿意带领汉拔找到回家之路的 社会底层的一个人民的代表 十年剧集在创作的作品 一项都是以台湾的传统南馆 还有北馆音乐作为创作的核心 南馆它是一个比较沉浸典雅的音乐 它在2009年已经被列入 UNESCO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代表名录 台湾的传统北馆呢 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一种音乐之地 但是在我们的剧中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南北馆的音乐做一个结合 那这是由我们的作曲家许淑慧所做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南北馆融合的一个尝试 我们曲牌的创作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南馆原来的曲牌音乐里面选取的素材 譬如王良这个段落是选用了寡北这个曲牌 第二个部分是取自别的曲牌音乐 第二个部分是取自别的曲牌音乐 譬如说昆曲也是曲牌音乐的 我们有选用了它的古轮胎 也就是《星河月明》这首歌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原创的一个旋律来作为我们新的曲牌的创作与发展 《星河月明》 那同時我們在肢體上有使用很多種元素 比方說我們在跳舞的時候或他行動的時候 演員的肢體是比較像是puppet 像我的肢體 然後我們使用面具來當作角色之間的替換 那同時面具也是傳承了一個東亞的烏教的神話 有所謂的挪系他們的挪面的面具的一個形象 被我們挪用在我們的劇中 那同時我們還使用了踢踏舞的腳步 代表這個漢災之神漢拔在流浪的旅途上 以他的腳的輕重或者是他的一個踏步的節奏 來傳遞他的心情 與南館來做一個搭配 我們這次在大神法裡面 就是南館跟踢踏舞 東方跟西方有了一個碰撞跟交集 我覺得南館音樂有一種特殊的韻律跟彈性 就如同踢踏舞其實它就是一個民族融合的產物 所以它有很多的自由的空間 去跟各種類型的音樂做結合跟搭配 南館音樂也是在琵琶之法的基礎上有極新的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讓這個踢踏舞來表現就是非常的厲害了 但因為這次的是一個劇場的演出 然後身為表演者會有一個角色 所以踢踏舞在跳的過程當中還要帶有角色的情緒 那如果不會牽涉到其他表演者走位的部分的那個腳法 或者是移動或者是情感的流動上面 我都讓自己跟那個樂手老師這邊 可以在表演的時候有更多的當下的那個即興的空間 夢裡央三部的來度寒冷 那除了《大神八》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不同的作品 比如说蓬莱 就有做一个比较多的音乐的 一个创作的一个尝试实验 我们剧中所使用的一些音效啦 声响 它在衬托整个戏剧的氛围 推动它情节的流动 也使用了南北馆的乐器 来做衬托 那当然它就不太是一种 在做旋律性的 而是比较做声响的一个实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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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剧集超神话三部曲 以完成首部曲和二部曲的制作 三部曲即将在不久的未来发表 我们将继续以台湾传统南北馆音乐 进行剧场演出的美学实验以及创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